当地时间2024年9月8日 法国华人协业协会在巴黎王朝大酒店 隆重举办契助中秋节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活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桥处万里参赞应邀出席 活动一开始 法国华人协业协会的成员 同使馆领导合影留念 该协会的家属也同使馆领导合影留念 这次活动由法国华人协业协会 第一副会长孙万里主持 首先 法国华人协业协会主席张飞龙上台致辞 他说今晚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中秋节和国庆节 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更是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 我们要携手同行 为法国华人协业协会 创造更多的机遇和福祉 万里参赞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不仅是中法建交60周年 中法文化旅游年 也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 包括法国华人协业协会 在内的旅法桥节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借此机会 向大家表示感谢 万里参赞还表示 希望看到桥团的力量日益提升 并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 接下来 大家一边品尝美味佳肴 一边兴致不播地唱起卡拉OK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月色参赞 以祝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